中美贸易战摩擦升级 美国贸易代表署今天表示 将对总额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品课征关税 川普政府今天宣布 对中国出口的1300种货品课征关税 总额500亿美元 以惩罚中国不遵守在软件专利和其他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协议 关税大部分都是针对中国的航空业 技术和制造行业 有些也针对医疗器械 药物和教育相关产品 关税并不会立即生效 川普政府将在5月15日进行听证会 听取商界的意见 即使是在听证会之后 关税还是不知何时生效 以上是今天时段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